2017年最运的新社交媒体 你用了几个探索新的社交网络 可以帮你找到与客户或团队成员交流的新方式 并发现新的品牌来宣传你的品牌 他们还将帮你了解人们如何选择与他人沟通 以下是新社交网络清单 这些APP可以让你视频聊天 虚拟现实聊天 见有趣的人与粉丝交流等 还可以让你建立自己团队 社交购物并且与你最喜爱的棒球运动员沟通 一 Mustod Mustodan是一个免费的开源社交网络 可以替代商业平台 它类似Twitter 但具有更多社区功能 Mustodan帖子按时间排序 每个帖子字符最高达500个 有发布时间 还可以发短视频 它还开放应用和服务接口 单社交网络无广告 无跟踪项目 任何人都可以运营自己的Mustodan账号 无缝地参与到单社交网络中 二 亚马逊Spark Spark 是亚马逊新社交功能 可以让用户挖掘产品 并进行社交购物 它鼓励用户上传自己最喜欢的产品照片 其他人则用评论和Smiles对产品做出回应 帖子界面类似Instagram 三 Model使用Model 用户可以立即与有趣的人进行及时交流 你可以点击一个用户开始语音通话 聊天时间没有限制 通话结束后 用户将被要求相互评价 你的分数越高 等级也就越高 访问其他人也更容易 四 Airtime 是实时社交视频和共享APP 可以让用户在聊天的同时观看视频和听音乐 使用信号按钮 联系他人只需要轻轻一点就行了 当你有话要说时 可以把人们聚集在一起 Airtime 由Google Ventures提供支持 五 Fresh Team Fresh Team 是团队消息APP 你可以在地图上看到你团队的所在位置 进行团体电话 还可以发送文字或电子邮件 每月9.99美元 你可以为你的办公室 客户所在地等 设置Fresh Team Places 当团队成员在附近时 就会获取警报 订阅后还可以获得 无次数限制的群组通话 六 YouTube Community YouTube频道上的新Community选项 可让你以一种新的简单方式 与观众互动 并在视频之外 展示自己 现在 你可以分享文本 轻松上传实时视频 图像和GIF动画等 并与关注者进行互动 观众可以在手机上 订阅查看帖子 用户也可以选择 在你帖子发布时 推送通知 七 Google SNAP Picosin 可以帮助用户 规划群组活动 活动分为不同的类别 如 Eat and Drink 吃喝 和Visit and Adoption 参观景点 或者你可以创建自己的活动 八 Workplace Workplace by Facebook 是一个将你的整个组织 与熟悉工具 连接起来的社交网络 团组能帮你快速做出决策 并让你的团队 保持在同一页面上 视频直播 可让你通过口袋里的手机 广播你的整个业务 你还可以使用Workplace 与任何其他业务人员 进行协作 标准计划免费 高级定价 每个活跃用户 一美元起 九 Facebook Spaces Facebook Spaces 是与Oculus Rift VR系统 一起使用的新社交网络 利用VR 你朋友可以在Facebook上 实时粉你 即使不在VR状态中 你也可以和朋友一起 接受Messenger视频通话 十 Cabinac Banner 是Cover新的社交视频APP 最多可五人一起 进行视频聊天 聊天时 还能观看视频 Eleven Infield Chatter